大家好 这段时间很多花芽家里的木兰已经陆陆细细长出新的花芽了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一步 不然真的没花看 这段时间也是木兰的花芽分化的时候 长出花芽我们一定要做好防虫 因为我这盆兰花前段时间就出现了 我这颗兰花的花芽被芝麻啃湿 所以出现芝麻我们用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 用笔虫磷一克兑一千毫升的血 前猪喷嗓 一可以预防 二可以根除剂麻 常见的杰克虫 芽虫 小黑菲都能有效的根除 所以花园们这里的木兰长出花芽我们一定要做好 请观察如果是发现了虫害 马上用这些药物去根除 好了 再见